小兔说电影,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沈小兔 因为距离和季节问题,雪上摩托车过于危险 因此,去往目的地的唯一交通方式是乘坐雪橇犬拉的车 杰瑞作为考察站的生存专家汉险向导 在基地饲养了八只雪橇犬 他与狗狗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出发前,杰瑞向麦克伦博士一一介绍了八只雪橇犬的名字 老杰克,玛雅,麦克斯,杜威,杜鲁门,矮子,影子,以及巴克 之后便一起踏上了征程 这是这一季最后的一次行动 广阔的南极大陆冰雪茫茫,人尽寒志 路途也并非一帆风顺 去往目的地梅尔本的途中 在穿越状况多变的冰河时 麦克伦教授不慎彩空 索性杰瑞经验丰富,得以化险为宜 就在他们抵达梅尔本准备展开调研时 收到了基地发来的转接气象站的恶劣天气通知 大型风暴马上来袭 他们必须赶回基地 麦克伦博士感到十分遗憾 恳求杰瑞多待半天 执意要进行陨石搜查 最终成功找到了来自水芯的珍贵陨石 麦克伦教授在回程途中 无幸受伤,还舍断了腿 火不担心,由于冰面不坚固 他又再次坠入了冰窟 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教授十分慌张 在冰冷的海水中不断挣扎着 千军一发,危在旦夕 杰瑞及时冷静指导 并引导雪橇犬们通力合作 终于费力地使麦克伦教授得到了解救 此时,风暴的速度与强度都增加了 一场空前的暴风雪即将到来 而且由于环境过于恶劣 无限信号差 杰瑞和博士的梅尔本分队 与基地失去了联络 八只雪橇犬在冰雨雪的天地之间 背负着杰瑞和受伤的麦克伦教授 勇敢地迎着狂风向前奔跑着 成功返回了基地 然而,麦克伦教授伤势严重 危急生命 需要立刻送回总部找医生急救 杰瑞三级冻伤 也必须随其他科考队员乘小飞机迅速撤离 由于飞机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 杰瑞不得不将与他相依为命的八条雪橇犬 暂时留在南极冰原上 并向小狗们承诺会尽快回来接他们 他们茫然地望着起飞的飞机 慌张地吠叫 仿佛询问地呼唤 但这场世纪风暴 却使所有前往科学考察站的交通被切断 八条雪橇犬只能原地捆手 昏迷苏醒后的杰瑞 不停地向上级和相关组织申请 接回八只雪橇犬 却无果 朋友 同事 还有麦克伦教授 所有人都在劝他放弃 于是 这些聪明而勇敢的雪橇犬 开始了在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天 绝境独立求生的故事 画面左下角的时间 记录着他们艰辛的历程 在饥饿与寒冷中 度过了四天之后 孤立无援的小狗们 挣脱了锁链 雪橇犬老杰克 看着同伴们一个个挣脱锁链 知道自己年纪太大 且体力已经耗尽 于是拒绝了想要帮他咬断绳索的玛雅 他选择了留守 与玛雅深情的舔尸告别后 在茫茫白雪中失去了生命 在危机四伏的冰原上 剩下的小狗们开始彼此的团结协作 捕猎海鸟作为食物熬过了五十天 第五十天的夜里 天空出现了炫目的极光 夜空中所流转的红彩 在脚底的雪地上映出斑斓的光 它们在雪地里兴奋地嬉闹 有的不停地扑打着雪地上的光斑 有的则朝着天空跳跃着欢叫 悬崖边的冰雪还很松 经不起一条狗的重量 随着一声不安的叫声 小狗杜威滚下了悬崖 其他的狗赶紧奔来查看 看到陡坡下的不远处杜威受伤了 当晚大家就围着受伤的杜威 依偎着睡下 天亮时受伤的它 没有熬过几地夜晚的寒冷 失去了生命 有两个小狗一直留在杜威身边 发出令人揪心的好气 不停跑挖着鸡血 推丧着试图想把自己的兄弟唤醒 但它再也没有动过 当小狗麦克斯告别杜威早已僵硬的尸体时 它已经和同伴们失散了 它在风雪中绝望地呼叫 没有回应 只能凭着记忆 回到了依旧什么也没有的基地 其他的五条雪橇拳 在玛雅的带领下 闯进了一间临时帐篷 靠着不丰富的罐头和干粮 补给了自己的体力 然后在来之不易的安宁之所倒头睡去 这时离他们告别自己的主人杰瑞 已经过去了133天 此时杰瑞由于难过与失望 推出了探险队 开始做小孩子的野营指导 却仍然没有放弃回去找狗的希望 麦克伦教授由于找到了水星云时 获得了表彰 在看到了儿子用至嫩的笔触所画的 八只雪橇拳是救我爸爸的英雄儿童画后 十分感触 第152天 筋疲力竭的小狗麦克斯 独自在风雪中亮枪 发现了一头搁浅的虎精 他小心翼翼 靠近满是野兽齿痕的巨大尸骸 轻轻地撕扯动肉 忽然 虎精的腹内 突然窜出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金钱海豹 面对体格数倍于自己的巨星猛兽 麦克斯只得仓皇逃开 远远地看着好不容易找到了 却又不能靠近的食物 这时他听到了来自自己同伴们的声音 在他的身后 五个熟悉的身影渐渐清晰 在失散了一百多天之后 麦克斯终于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 仿佛是受到鼓舞 麦克斯冲向金钱海豹 从精身上撤下一块肉 然后掉头就跑 被激怒的金钱海豹 一跃潜入冰面下追逐 麦克斯把金钱海豹引开 给同伴们争取进食的时间 以自己作为诱饵 为同伴们赢得生存的机会 最终海豹还是放弃了麦克斯 直至下一秒 那张血盆大口就狠狠地咬向了 正与其他同伴一起忘情的大块朵頤的玛雅 在大家的起心协力之下 巨兽被赶走了 饿了不知多久的肚子也得到了食物的慰藉 等待驾驶 玛雅的一条后腿受伤了 这个一直领导着同伴们走到今天的坚强勇敢的小狗 如今小心翼翼地蜷缩着受伤的后腿 虚弱地躺在冰面上 还好 在朋友和教授的帮助下 杰瑞的南极小队终于重新组建 他们回到冷酷的南极州 回到了基地 找到了老杰克的尸体 此时 雪橇犬们也重新返回了基地 他们终于重逢了 坚强可爱的雪橇犬们 远远地看到杰瑞时 眼神瞬间发亮 主人终于来接他们回家了 他们摇着欢快的尾巴 兴奋地冲向他 而杰瑞 看着坚强可爱的狗狗们还活着 激动又感动 他与他们深情相拥 共同庆祝相逢的时刻 他们的眼神是那样的清澈 没有抱怨 充满信任 杰瑞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心酸的泪水 自责的泪水 临走时 麦克斯一直在雪地打转 迟迟不上车 杰瑞跟随着他 找到了这一百多天内 始终勇敢带领队伍的玛雅 杰瑞将老杰克 埋在了基地门前 为他做了一个 简陋却饱含深情的墓 雪橇犬们 依靠自身超凡的耐力 勇气和机体的力量 坚持生活了175天 直到恪守诺言的杰瑞 回到边缘将他们接走 友谊以忠诚 不屈于执着 在雪橇犬们的行动中 更为发人深省地流露着 恰似这冰天雪地中 盛开着的桀骜不驯的花朵 恰似那暗夜中 绚烂明亮的极光 让我们看到了 无尽的希望 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但又难免 会让人类中那些 违背信念与传统的人 无地自容 也许 就是对那种 永不放弃朋友 永不放弃生命的 精神的感动和敬意 在这片无比壮阔的土地上 无论是人还是狗 都在重新经历着 彼此重新发现的过程 他们需要的是 是坚强忍耐和信念 但唯一牢不可破的是友谊 好了 这部电影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